美国又出事了 一个大型的集装箱货轮摆一个桥装塌了 然后有20多人掉了海里 目前已经搜到两个人 其他人就不知道什么状况了 然后这个桥涉嫌设计缺陷 酿成了如今的大货 同时这个大桥对经济的损失也非常巨大 因为它不能通车了 所造成的影响将涉及到800亿美元的货物 以及14万个工作岗位 损失还是非常大的 你说省着点钱合适吗 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的3月26号 美国玛丽兰州巴尔蒂摩市的 弗朗西斯斯科特级大桥 被一艘货轮撞毁然后倒塌了 这个是钢架结构的一所桥 有多个车辆和行人坠入海中 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 这个大桥被质疑有缺陷设计 同时该州州长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个巨轮是在行驶了20分钟之后 撞上了桥上的一根支撑柱 竟然导致整个大桥连锁反应 就是爆炸一般就全都垮塌了 这个船撞之前发出了求救信号 好像是损失了动力系统 所以没有办法转向 也就是说大家在想 为什么它桥栋那么大 怎么不从桥栋钻过去 怎么非得盯着桥栋子去撞呢 目前警方也排除是恐怖袭击的可能 目前船上的20多名船员 是没有任何问题 也没有受伤 但是这里边又有一个问题 既然你发出了求救信号 那么是不是大桥的管理人员 能够阻止更多的汽车 阻止它上桥呢 在正常的操作流程当中 是应该有这个流程的 但是目前来看 并没有完全阻断桥梁的通行 也造成了多辆汽车 最后坠入了海里 同时在桥上还有工作的六个工人 也没有得到紧急的疏散 撤离的信息也掉入了海里 目前也不清楚 找不到尸体 也不知道这个人在哪 属于一种失踪状态 其实大桥的垮塌 对于当地的经济 也是带来一场重大灾难 为什么这么说 它是极有可能影响到 往返美国最繁华港口之一的 价值800亿美元的货物 以及超过14万个 与航运相关有关的岗位 那就业的问题 那目前因为桥梁垮塌 造成了十多个集装箱货轮 在最近的海域 没有办法进入港口 该港口也停止新的船舶进入港 也就是说这个港口 在美国还是比较大的 直接造成的损失 就是你从外国买的东西 就需要等很长时间 来进行货物的转运 这个港口呢 短时间内 由于桥梁的垮塌 而且有些桥的塔架 是支弄在这个海面上的 正常的船舶 以及集装箱船 现在没有办法通过了 同时巴尔蒂摩港 也是全美国领先的 进出口的基地 它也是糖和石膏 等等物品的中转地 据统计呢 2023年通过巴尔蒂摩 运输外国的货物 达到创纪录的5230万吨 按照这种规模 我觉得当地政府 应该对桥梁 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 进行严格的筛检 以及筛查补修工作 应该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桥梁 有工程师就怀疑啊 有质疑啊 它的设计是有缺陷的 看到美国当地采访啊 就采访了几位专家 说巴尔蒂摩这个大桥 缺少关键的保护系统 本来这个如果有 这个保护系统 就可以阻止 这艘集装箱船 撞上桥梁的支撑物 那至于为啥 没有保护系统 出于价格的考虑 没有安装啊 因为这个保护系统啊 价值至少300万美元 尽管它是建于1977年 但是后续的 这50多年期间 维护方面的资金投入 也非常的少 对于这座桥梁的维护 也是不合格的 而你看你省下了这些钱 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就是当地每天经济损失 高达1500万美元 每一天啊 而且州和地方的税收收入 也每天减少150万美元 而且这仅仅是 经济账面上 能够看到的数字 那至于当地 因此而带来的失业问题 以及港口后续的运营问题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呢 与此同时 对当地农业 也造成巨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时间 是中西部的种植旺季 和机械进口的旺季 有三月份通过巴尔蒂摩 向美国出口的机械设备 是最多的一个月份 因此对于未来 这些设备 能否正常的进入美国港口 对于当地农业 也会产生巨大影响 当然这些无法到港的船 也可以疏散到其他的港口 但是对于其他港口的 能否饱和型的工作 或者是超负荷的工作 也带来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对于运输方来说 可能会涉及到成本增加 以及时间的增加 同时根据华盛顿观察家报 当地巴尔蒂摩的市长 阻止CNN 以及相关的媒体网站 进行相关新闻的报道 停止船撞击桥面的画面播出 这个在美国 简直就是司空见惯 太平常操作了 他们言论自由 所以你阻止也是自由的 对于即将面临大选的老灯来说 遇到这样的新闻 当然是一个表现的机会 他也明确表示 希望当地的联邦政府 财大气粗 能够多拨一些款 对于桥的重新建设 而且他还说 他有计划亲自访问事故发生地 他也说曾经他多次乘坐火车 通过过自由桥 所以对自由桥的垮塌 也是非常可惜 但是这一说法 立刻被福克斯的新闻网 和纽约邮报质疑 咱们从这个视频中也能看出 都是快速的车辆通过 并没有火车 就算这个角度看不到铁轨 但是当地的媒体报道说 这个桥梁上根本就不存在铁轨 也就是说它不通行火车 当然只有这些媒体会调查 是否有铁轨 不是当地的民众是不会知道的 所以他这个话用处是何在呢 当然对于他的大选是有帮助的 表现出了他曾经到过当地 对当地有这种情怀在 虽然是给自己增加光环的一项 但是何尝不是在吃着别人的馒头 为了自己大选的选票 而发表的感言呢